2018-2019赛季英超联赛将于北京时间8月11日凌晨3点拉开展慢,这令我们对2018-19赛季的英超浮想联翩, 曼彻斯特城队能否维持他们在英超中的统治地位呢?哪些豪门球队将排在前四名,而升班马球队能否避免跌回英冠联赛? 一下是球保号小编的想法,在社区盾中击败切尔西后,曼城再获得一个冠军头衔,曼城的阵容是上赛季以及目前也是最强的, 而马克雷斯的到来,进一步提升了曼城的攻击端,球队的契合程度与稳定性应该确保他们能再次赢得英超冠军, 许多人希望利物浦能够争夺本赛季的英超冠军,上赛季红军确实是曼城的克星, 而经过一系列出色的签约以及赛季前的表现,战斗力极强的利物浦,将成为曼城夺冠最大竞争对手。 曼城斯特连队经历了一个悲惨的夏天,但上赛季获得英超压军表现相当不错, 他们应该能够进入前四,但这可能取决于穆里尼奥,能否避开他的第三季直角魔咒, 切尔西失去了库尔图瓦,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不过护身扶前锋阿扎尔,能保持火热状态的话, 可以将他们带到欧冠区域,毕竟切尔西比伦敦对手更有优势,可以冲上前四名, 阿森纳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,但本赛季应该会表现得更好, 不过显然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,托特纳姆热斯的阵容并没有得到加强, 但也没有被削弱,因此会紧跟前四名, 因此小编预测2018-19赛季应超前六名是曼城第一, 利物浦第二,万连第三,切尔西第四,热斯第五,阿森纳第六, 那么,下面小编再预测一下降级三人组, 在三只升级的球队中,卡迪夫城看起来最糟糕, 在夏季转会窗口没多大动作, 他们并没有像富勒姆和狼一样强化阵容, 他们缺乏竞争力,难以长时间留在英超免赛, 伯恩·茅斯本赛季球队在转会市场上, 没有太多重要的演员,只是在后卫线方面有所不强, 不过球队凭借这套阵容成绩估计也很难有所提升, 以球队现在的实力,想要继续留在英超难度不小, 哈德斯菲尔德上赛季人员的配置已经明显不能适应英超的节奏, 也只是勉强地逃离了降级区域, 新赛季的演员在身架上完全不能跟英超其他的顶级球队相比, 球队整体实力上与其他俱乐部有一定的差距, 冲击从联赛中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, 所以本赛季保住英超的位置才是球队第一要素, 所以小编预测2018-19赛季应超降级的三支球队是, 卡迪夫城、伯恩茅斯和哈德斯菲尔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